我们要不要猜下今天谁 第一个一来 啪就刷就 估计FJourney 我猜黄旭可以 我觉得黄旭应该可以 圣女球都打得挺好的 对对对 OK 说中了是不是 是不是 看来吴哥今年是准备好啊 这个太顺畅了 太顺畅了 好 拜拜 我是VJ张祖豪 我可能是一个声面孔 初次见面请多指标吧 他是十亿播放量的音乐人 单曲评论十二万加 我特别寄予厚望的一个后辈 我就已经前驴即穷了 他已经能作为新的东北rapper 代表我们出战了 你现在还觉得 单压算不算压 18不是18 噢 的单压也算压 呃 那 那是算还不算 小恩的作品 前奏抓耳 号称15秒耳朵收割机 我希望将自己真正的实力 展现在巅峰对决2023上面 小恩是一个旋律比较刁钻 同时也能出爆单的一个演员 来自南京 不一定是最强 但一定是最棒的男人二万 虽然我没有冠军的头衔 我没有很多抬头 但是我一步一步做到现在 我也是配来巅峰的 他有一个很火的崩拜 其实我也是写崩拜出身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二万的风格 来到我们的巅峰收场对决 有什么想对你的好朋友 早安说的 就是 放开玩 别管我 我能自己玩明白 什么 二万是一个 我觉得二万真的 大家需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二万其实是一个 非常温柔和可爱的人 能够能从外貌上完全看不起 他真的很可爱 做我非常顺正 为了很正的公败的一个选手 我认识 包括我 做我手上都是他带我入行的 不要管我 我一直知道他 没有见过他 我有看过那个 这个东西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认识到他 Tango Z 中期 来自杭州 今年三十五岁 说唱功零七年代表作品 《Love Paradise》 被称为杭州Rap之光 中期 中期 这次应该算是你的第二次走红毯 对吧 对 我敢承认的第二次 那和上一次有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有很大量的借鉴 我上一次失败的经验 就是不要跟上次一样怎么样都好 Tango Z 他其实常常上热搜 因为经常看见他在直播里面跟粉丝互动的话很幽默 对 Tango Z 老师直播真可以看看 真的太下班了 具有意思 但是我跟你们讲 他都最贼猛 我觉得这个节目上面 如果有人会被低估 他应该是最可能 会被低估的那个人 大家都只被这个所蒙蔽了 只被他的热搜体制所蒙蔽了 但有趣不等于说唱不行 从事任何行业都一样 大家都想要去行业的巅峰 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选择来对决 因为我想看一下 巅峰是什么样子 这里是孤傲写不可一世的 说唱风味摇摆人 YJ Young Jack年轻的杰克 满足课 其实我来之前 包括去年 都会有朋友建议我说 你不要来不适合你 对我而言我今年来 我更多的就是想挑战自己 因为我想吸收和学习到 更多的能量 我是来吸取能量的 对 其实我来之前 TT跟我说 谁谁谁肯定不会来 我说肯定来 后来那个人就来了 我跟你换一下 谁啊 卖个棺子好不好 反正他来了 所以你们刚才说 猜谁来不来 是猜谁 瘦子 上一个演出我们碰到 我就跟TT说 我说瘦子会来 他说你相信 他把拍大的你相信我 肯定绝对不会来 是因为你们都很喜欢瘦子 对啊 你不喜欢吗 超喜欢 我觉得没有人不喜欢 对 顽童是台湾地区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团队 我也很喜欢在KTV展示他们的歌 他们是很早期的南部 South Eye 配得上用Swear这个词来形容的团队 我特别期待丸童来老牌进旅 丸童的歌我以前经常听 他们玩的风格特别新 全部的三菜选手 都应该很期待他们来参赛 因为瘦子已经代表了台湾 最强的rapper现在 那他们是不是得来巅峰对决一下 台北超人气组合 顽童MJ116 其实MJ它是木榨区英文的缩写 116是游政编码 我们准备要飞 没有翅膀 让我们早飞 起到其他的跟在我们后面 只能跳起 What's that true beat What's that true beat Oh I believ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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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顽童你知道的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是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哦 对对对 可以再来一遍吗 就他讲就好了 对 对对对对 我们很少一起讲 因为我们会讲不起 我们试试看 啊 可是会有点害羞 就是好 好 大好 这是顽童你知道的 是 这是冒险王 来自木榨 一手兽子 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 来自木榨 兆风 树大树大 下款 这是小春你知道的 这是顽童你知道的 Let's get it 认为我挺喜欢Soul's的Flo的 真的很帅 而且这是他们三个 第一次的这种说唱综艺首秀 他们是同时尚吗 应该不会吧 会分开来 分开吗 这是我们丸彤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国说唱 巅峰对决 想问一下你们三位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可以见到大江南北 各式各样的选手 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吃遍大江南北 好棒 大渊没有想过减肥 我觉得他可能 我感觉他又宽大了 是吗 本来说了之后 还要改名字比较麻烦 主要是希望这次来 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有合作 然后或是可以有交流这样子 然后也许可以做出更多新的音乐 我觉得蛮兴奋的 真的蛮兴奋的 对 小春哥 这一次我们第一场 你准备充分了吗 差不多了 OK 许次待发 OK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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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逃了检测 好好好 穿多次 都遭久了 我知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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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Tango Z 叫我Tango就好 没有 我看到你们 不要 因为我以前都是在MV里面看你们 我记得本人就太紧张了 好帅 好帅 我二三年你必定会记住我的名字 我用我自己做的笔 发起我的理 自己我的笔 积极我和你 黄金平和你 展现金和你 把兵权解开所有迷 帮我的手上 放个多样多棒 带出火当酒 我往车上你的火 放你在火房 躲藏 帮我倒上 没有怀疑 残疑 我的残疑 你的白痴 所以在背影 不赖你兄弟兄在意 无太太气 冷白痴 我手没法 随便你叫我来自化 现在是来自地球 什么在张扬 无子世界 我要拼到金头 被金子打包 让我一直变得孤雏风 我要 我这里已经奔走 我只能一上有 我手都将我必须 2018年的时候 《纳乌克热》在节目上 其实造成一股旋风 他的那个技术 他的快准 因为其实你说 就是对于一般来听说上 这个真的是有感染力的 很强的控制浮动的能力 说唱 Naster 快嘴 Heat Low 非常成熟的表演者 一想到他的舞台 我感觉 血液里流动着愤怒 洗不完的力量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我特别希望纳乌克热 和杨和苏组一组 因为如果说我们有 男拳肥腿 但我觉得他们是 男蛇肥嘴 当快拳快腿聚在一起的时候 是什么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非常期待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 Rodice唱片的 StepJet一家 热爱音乐 热爱HIPHOP 热爱说唱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们看到 说唱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来了 所以就记得你的心底 有没有收到我的财心 哪好哪好 不要请你相信 他们说我是个花花公子 哪个公子 花点就底的身份 也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这小时 是一个很有灵性的音乐人 旋律天才吧 充满天赋的R&B歌手 有创造性的 有灵魂的 读到的 见解和技术的 她的乐感 她的旋律 我觉得太专了 杰老板听说她是CDC的编外人员 有啊 因为她后歌唱得好 然后就会都会找她去唱后歌 第一次知道她是 在马思维的专辑 花花工程所说 唱得挺好的那种 一家是一个非常具有辨识度 很厉害的歌曲 那吴是一个技术全面 Flo也比较疯狂的一个rapper 那比较期待她们了 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有请来了又来的 巅峰对决的老朋友们 我的兄弟老派又来了 派克特来自西安 16岁就开始说唱 是圈子里的资深OG 老旧也来了 说唱功龄已经20年 东北的说唱先锋 这么多人 王旭来自新疆阿克苏 人称说唱教官 小白今年又来了 今年她依然是所有rapper中 年龄最小的赢 这是个优势 我觉得 李嘉隆 她是中国新说唱 2020的年度总冠军 是中国新疆阿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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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五个人聚在一起 一起出场吗 我可太知道了 去年这个节目我要没猜错的话 就是咱们几个走得比较早吧 我们今天这五个人其实还有一个战队名称 我们叫巅峰怨男组 老球也怨吗 有 她去年也是几早就淘汰的 我是巅 对 我稀里糊涂就被淘汰了 而且最不甘心的 我觉得最不甘心的就是我 范晨晨问我为什么去年没有来巅峰对决 然后 其实我来了 抽 今年就是抽 抽 去年加龙是被谁淘汰的呢 我想一想 加龙 有点忘记 你们做了一期淘汰我 所以今年我要复仇了 去年对于淘汰等耿于怀 今年的战斗宣言是 争取不淘汰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去年是怎么淘汰的 我去年 是让两个男人给我蹦下去的 他就在那坐着 一站所有敌人等着我一百圈 一站所有敌人等着我一百圈 一定为野在青岛 恭喜你是个rapper 成了 成了的心意 你看过一年四季 他传练的我 过去的是让他过去吧 最后 希望我们的派哥 用有实力赶随便 给我们做一个freestyle OK 有实力赶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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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舞台